而来自台南的纸雕艺术家林永胜 以精湛的纸意结合了佛教文化元素来创作 而他也将会从即日起到9月8号 在花莲美术馆B展厅 举办禅乐林永胜纸雕各展 也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欣赏纸雕画平凡 为神奇的艺术之美 林永胜自幼极喜爱拿着纸张 简简贴贴上报纸就可以往上一天 或许是天生爱子就读高中广告世界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立体词 加入基本概念以及技法之后 便满怀热情的踏上 做中学学中做的指标创作之路 林永胜的作品以佛教为题材 如唐卡、士大菩萨、花以礼佛等等 汇集成佛系列作品主题展 策展理念来自于供养人一词 供养人以供养物活力 每一种供养就有不同的功德 以及象征的意义 本次展览的主题取名为禅乐 主要是来自于法华经的一段话 它主要是讲说在修行 修行跟学法的过程中 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过程 那我这次的主题定为禅乐 那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在修行的时候 以禅为出发点 大家身心喜悦 那这次的作品主要是因为 来自于供养人一词 那供养人一词里面有十供养中的 我就以十供养中里面的花跟果供养 那就是以花跟果来做呈现 那以不凋谢的方式来呈现 以我一整年的礼敬之心 林永胜表示 指标创作至今已经十个年头了 从技术到高阶 从简朴到细腻 从纯色到缤纷 从生活到宗教 点减的进步造就林永胜厚实的雕刻技法 为现在创作其他善更加的多元 技法更卓越 在宗教上的颜色运用也更加的丰富 记得join 欢迎收到